我對鄭文燦市長倒滿有意見的 剛剛說了 一星期平均有225份公文 一個月有1000份公文 而且是基本量 Bingo算了 一份公文10分鐘 你有半個月以上 都在看公文 都在批公文 所以你哪都不用去 沒有 剩下半個月去哪你知道嗎 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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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大家記得立起碼颱風 8月8號 8月9號的時候 在桃園有多慘 1萬多戶停電 36處陸書倒塌 北橫桃園斷貪方 一大堆人都泡在水裡面 結果我們的 你看 市長去跟人家抱在一起 出訪日本笑呵呵 還有個王浩宇在台灣 死命的幫他脫罪 幫他開脫 所以原來你一個月 有一半以上在批公文 剩下幾天跑去日本 難怪你這個市長這麼好當 但我要提醒鄭文燦市長 除了下雨天 你去日本之外 下雨天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登革熱 我並沒聞 你桃園又是台灣的門戶 有很多外來的旅客 登革熱的防治很重要 鄭市長你知道你現在在桃園市 已經累積了34起的登革熱病例了 你知道跟去年跟前年比起來 34是多高的數字嗎 你不要跟我講說高雄100了 台南49台北48 麻煩你去看一下前幾年的病例數 當碰到暖冬又是下大雨的時候 2014 2015年的高雄有多慘 現在100例 韓國瑜說年初至今的疫情 已經解除超過7成 我想請問桃園呢 34例 所以鄭文燦市長你在幹嘛 你現在是想要直追高雄嗎 還是先追台北市 再超越高雄市嗎 用這個桃園人的人命來作為 你超越高雄這個登革熱病例的指標嗎 下雨天給我跑出去玩 回來還敢算公文 我都還沒問你登革熱 你要怎麼解決 我覺得鄭文燦 或是其他民進黨籍的縣市長 其實做得還滿舒服的 同樣在下雨天 但是監督的力道完全不一樣 如果今天是換成韓國瑜 台南驗的亂七八糟 沒有 陳希麥說反應迅速 讚 然後這個記不記得 前一次颱風來的時候 侯友宜 那還沒有入境 颱風還沒入境 這好像到外海 就已經消失變成低企壓 後遺千里條條說 北歐趕回來 OK 如果這樣的例子 像上禮拜前的颱風出現 然後是國民黨籍縣市長 在日本 或跟日本人相擁抱的話 罵死了 罵翻了 罷免 馬上再發動罷免 馬上罷免就出來了 但是鄭文燦很舒服 然後8月一樣去日本 然後把這行程一樣把它走完 走完走好 走漂亮 走好走滿 對 走好走滿 走漂亮 OK 所以我覺得那個標準 實在差太多了 監督標準實在差太多了 我記得以後 我們所有的媒體 都用鄭文燦的標準來檢視 當有風雨來的時候 縣市長要做什麼樣的表現 你們各縣市議員 要比照王浩宇的標準 對 王浩宇標準 誰敢罵 馬上護誰 還有鄭文燦的標準 亂護 鄭文燦說因為他分層負責 太棒了 分層負責 公委也是分層負責 我以前在部會做過時 我們看我們的公文 我那時候還虧我們的主密 那個部會的主密 因為他公文最多 每天就這樣上百件這樣進來 因為主密本來就是管 公家機關日常行政的 什麼一個派車單 什麼一個處長 什麼請假單請多天 就送他那兒 一個署長 一個部長 一個市長 幹嘛管一個科長請假請幾天 他事情就辦不完 所以主密的那個量最多 他本來就是一個機關 搞行政批公文的人 然後到了副首長 稍微少一點 會分層負責 公務的給龍介 民政的給寒冰 OK 那到了部長 就決策的就好了 一天有十件八件決策 影響很多 如果做重大決策的話 一天有十件八件 影響的政務推動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本來 這分層負責就是應該的 我們以前不是嘲笑說 這個首長在冷氣機裡面 批公文不走到第一線 走到第一線又說 你又被罵作秀 怎麼不批公文 第一線又說你怎麼不批公文 這什麼邏輯 到底想怎樣 我知道以後走到第一線 帶著公文 沒有 邊看 以後就這樣 然後邊受訪 對不起 我批個公文 我批個公文 這很莫名奇妙 直播不無聊 你說這陸屏專案 難道陸屏的薄油施工 然後這工人要怎麼弄 需要一個市長批公文嗎 不用 但市長去看陸屏的好不好 就好了 他是大政政務的方向的推動 OK 所以我覺得一天 十天公文 OK了 鄭文昌一天 一星期 一星期225 一天大概三小時 大概就是四十幾份 四五十分 OK了 勉勉強講 其實我覺得有點多了 這有點多 桃園這麼多區 很多事情區長都可以決定了 這個區長就決定 你必須要把自己 變成一個科長之後 我們常笑這個總統 把總統當成科長 勢必公卿 淚死三軍 有什麼用 國家效率有提升嗎 沒有 而且我們燦哥 有好多事情要解決 是 颱風過後好不好 登革熱 好 大家笑高雄 如果是高雄今天變成一倍的話 被批死了 鄭文昌這個都沒人關 但是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是說人家鄧革熱 我們在旁邊好像善笑他 我覺得不是 也是告訴大家 提醒他 桃園去年16人 今年的3 4 大概就成長100%再加兩個人 OK 就100%再加兩個人 對 就是一倍 一倍多 一倍多一點點 同期 去年同期 好 你不要去跟高雄台南比 因為本來自然條件就不一樣 就不一樣 所以北部這次的鄧革熱增加 我覺得北部的首長要非常注意 台北市也是如此 基本上總統 行政院長 把這國家的公文 當成一個幼稚園的遊戲 再比較 哥哥 我今天對著好多 這個積木跟我身高一樣高 So what 你的新智年齡還是這樣 國家有變比較好嗎 沒有 人民有更幸福嗎 沒有 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到此結束 如果再比下去 我覺得再比下去 大概就表達自己的 第一個 行政能力有問題 林大同運有問題 分工負責是有問題 所以拜託 這麼low的比賽到此為止 我跟你講 我們也不是硬要講 你們想玩 我們就陪你玩 就這樣 好嗎 來 我們講到鄭文燦 34例的登革熱 同期比去年比是一倍以上 可能皓宇會出來說什麼 你們不要亂講好不好 34例裡面 來 大家看旁邊 境外移入戰的33例 也就是說本土感染之後一例 都是外國人來害我們 登革熱病例出那麼多的 境外移入 害得你們登革熱病例那麼多 那你知不知道 很早就有人注意到 境外移入應該要好好防治 結果還被你們行政院 包含市務院長狠狠的修理嗎 那個人是誰 廢話 難道是鄭文燦嗎 當然是韓國瑜 來 記不記得6月 高雄市政府要跟行政院要錢嗎 拜託行政院給錢 我要防治登革熱 裡面編列預算內容 寫了一個要買禮券 結果就被行政院拿出來處理 說你居然拿這個錢去買禮券 神經病是不是 高雄市政府解釋說 不不不 我們買禮券是要鼓勵外籍的旅客 或者是從外面回到台灣的本國人 如果你有發燒的話 記得到醫院去篩檢 如果你願意去篩檢 我們就送禮券給你當一個誘因 結果當時來看看 我們的行政院怎麼說的 如果拿百姓血汗錢發禮券不妥 還要求高雄市政府 把預算要用在別的地方 不要去發禮券 試圖控制境外移入的病例數 結果現在 來 不要發禮券 不在乎境外移入 桃園34例 33例境外移入 所以蘇院長 你這番話要不要去跟鄭文燦講一下 還是鄭文燦 你要不要跟我們蘇院長反映一下 那個禮券是騰程局編好的 好不好 我只是要告訴你 境外移入很可怕 否則今天鄭文燦的臉不會那麼腫 除了我們打之外 對不起蘇院長 你也打了鄭文燦蠻多巴掌的 這個民進黨不是雙重標準 它只有一個標準 我們看到說韓國瑜在幫高雄 這些農漁民在開拓這些訂單 外銷訂單的時候 他們就會罵說 這是紅色訂單 這是賣台 相對的 綠營的他們的家人 在大陸經商賺錢 他就會只會說 你們要尊重我的家人在那邊 你們不要趕盡殺絕 要尊重他們 你看這個就是綠營所展現出來態度 我再說 如果說你們真的綠營的人 是你們批公文 批得這麼厲害的話 我要問問行政院長 當初高雄市在防疫的 登革熱的救命前 韓國瑜市長去行政院 跟你們拜託拜託 趕快撥下來的時候 從你公文下來給高雄 當中已經等了多久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至少超過9天以上 防疫救命前 你說你每天批跟你的人 一樣高的公文 怎麼高雄市的公文 這麼久才下來 表示你們心中就是沒有高雄 表示你就是故意 真的是在卡高雄 我們在看到就是民進黨蔡英文 你怎麼說 你說台中人居然你投給了 你應該要對某個人來說道歉 大家當然知道在指誰 在指林佳龍嗎 但是我們看到林佳龍 沒有當選台中市長 但他後來是高聲什麼 我們看到所有這些 沒有當選的人 民進黨都幫他安排什麼 交通部長林佳龍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次 蔡英文的專機 你們到國外去回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1萬多條的私菸 你們怎麼處理的 上智總統還有秘書長 一直到交通部長以及華航 是怎麼在處理這個私菸的 你們有給台灣人民一個交代嗎 都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你們就是永遠是這樣子 只要是你們做的 不管多麼誇張 多麼的可惡 你們永遠說這是對的 但是只要跟韓國有關的 或是跟藍營有關的 就永遠都是錯的 這是我們台灣現在的民主發展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非常可怕的一個事情 志堅議員 這個公文 你有沒有去查過 李柯先生有沒有查過 柯文哲 你批多少公文 你有去查過嗎 有 有查過 他批得多不多 我也曾經那麼無聊過 柯文哲又是另外一個案例 柯文哲是一個完全不尊重專業 他是完全他自比帝王時代 他常常自比雍正毛澤東 他是一個威權體制思想的人 我有去查過 因為他在公文上面 經常鬼畫符 寫一些有的沒有的 但是我覺得 又是成如大家剛剛討論 其實講這個議題 確實是無聊 我覺得一樣要分成負責才對 任何不管是行政院各縣市 或者各部會 一定要分成負責 如果首長 每一樣鉅細名移 都要列成公文 都要看的時候 說實在話 任何施政是推展不開的 我相信以蘇貞昌院長 以蔡英文總統之尊 他們在看公文都是看重要的 這個方向性的 政策性大方向的 所以我覺得確實 但是有一個大家共同藍綠 一起要檢討 就是不要假掰 我舉個例子 你像美國這三四十年來 風評最好 說做得最好的總統雷根 做得最忙碌的是卡特總統 卡特總統勢必公親 放假該放假不放假 一副這樣子很勤勞的樣子 結果他成績最差 風評也不好 雷根是只要要委任 該分成負責分權授權的 他通通授權出去 那該放假他就放假 應該是這樣 被視為草包演員的雷根 竟然是這四五十年來 美國這個表現最好 風評最好的 那原因就是這樣 就是很簡單 不要假掰就對 你擔任首長 縣市首長 行政院長 總統 都是一樣 就是你一定要 第一個 有領導能力 要能 世人要能夠通明 要能夠分成負責 這樣才有辦法幹大事 你擔任高雄市長 本來就要受檢驗 你要擔任國民黨 總統的候選人 那當然你要獲得的檢驗 雙重 不是這樣子嗎 而且大家檢驗你的 那一天那個名嘴 他只是稍微提一下 他倒沒有什麼惡意講的 反而是韓國瑜的幕僚 可能接收那個訊息以後 把他擴大化 本來沒什麼 因為那一天節目 我有在現場 聽起來就沒怎麼樣 就這麼就過了的事情 他並沒有明確的說 韓國瑜你就是都沒簽公文 你就是懶鬥 他沒有這個意思 結果反而韓國瑜陣營 可能他幕僚 這個太敏感了 把這個當成一個議題 結果舉報給韓國瑜 讓韓國瑜本身粉末登場來回答 結果蔡總統跟蘇貞昌 就馬上跑出來跟著一起 因為韓國瑜已經不是 22縣市首長而已 他現在是總統參選人候選人 當然要有總統的 可是今天美國軍購 美國軍購按韓國瑜回應 蔡總統說你用什麼身分講 到底他的身分是22縣市首長 還是平民 還是要選總統的人 我認為 小英總統的意思就是說 要前後一致表你如一 過去國民黨的政策是反軍購 不是 怎麼沒有 不是 不是 F16的升級就是 白石時代做的 陳水點時代 你攀子你擠一擠一擠 對那有兩個擠 過去白石買的軍購 數量更多 金額更龐大 那個就不是貪賭嗎 用到刀口上 你們買叫做用刀口 民進黨買就叫做浪費貪賭